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这种人传达就很简单 是有简约风的 通常都black and white 拍照的时候一定是要在停车场 墙壁或者是楼梯口 通常打扮简单的人 内心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streetwear khaki 现在最潮的style 一定会到你身上出现的 潮人是没有温度的 因为妈妈讲给我们讲 心精自然凉 还有这种 他们会把很多东西挂在他们身上的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今天要穿什么 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天要转很多场 要拍很多天的照片罢了 网红明星都是这样的 这种人他们wear bolo tee 一定button up的 go out一定带个手提包 裤子一定紧又短 给人的感觉 全身上下 只有手头是不紧的 开口一定是讲English的 感觉这种会在打扮杀到 只是书版很大写会看到很多的 哎哟 穿拖鞋舒服吗 然后去个shopping mall 吃个东西 不知道在 这样麻烦这么 勒 我都已经拿我新年的衣服来穿了 不 你还想怎么样 你给我讲 我就不懂是全马来西亚这样穿啦 但是身为一个车拉斯人 这是我看到最普遍的 那你懂得 爸爸 我们是要去跟妈妈吹水去个西西 这样麻烦这么勒 但是笑我们是uping的女生 我不准你胡说 找老公就找门这种 我们不会打扮 就是要让你去花我的钱 帮我打扮 你看你帮我变帅了过后 我们就是皇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了的吧 与其你浪费时间找个男生做你男朋友 还不如把你男朋友变男生 是不是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分享两次 再看个爸吃播 看到你爱上我我也一次 也要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后订阅我的youtubechannel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